从那天开始见不到爸爸,女儿就一直哭,看见长得像爸爸的男人,就吵着要过去看看,我们心都碎了。 大连市的一户人家,年轻的妻子一手抱着未满周岁的女儿,另一只手扶着悲痛欲绝的婆婆,说着说着便哭成了泪人,在他们身后的灵堂中央,摆着一个男人身着警察制服的黑白照片, 莫非这家护主是个英勇就义的卧底警探,亦或是舍身救人的人民警察,事实却是,这位警察的死因并不壮烈,甚至还有些窝囊,他是在交通执法过程中。 被人当街殴打致死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订阅九窝谈其文,了解其文意识,2011年五一假期的第一天,许多人踏上了惬意的旅程,街道上的交通也比往常更加拥堵, 这天上午,大连市菊沙河口大队的交警史英才同志,带着几名协警,在自己的辖区内维持交通秩序,本以为这不过是又一个稀疏平常的繁忙工作日,不曾想尽是他此生的最后一班港,时间很快来到了10点30分左右,一辆违章的白色豪车急迟而来,被协警副建委拦下。 为了不影响其他车辆行驶,协警同志对试车内的驾驶员口头批评后就放他驶离,也不知道是故意的还是无意的,豪车驾驶员似是憋着一肚子火,突然启动车子贴着副建委便冲了出去,被豪车后视镜刮了一个裂解。 副建委很生气,立刻追了上去,豪车反倒停下了,一个身材高大的男驾驶员从车里跳了出来,我当时以为他下车是要掰正后视镜,就迎了上去质问他为什么开这么快,都撞到了人。 副建委事后接受采访时说道,没想到他二话不说,揪着我衣服领子,一拳头就砸了过来。 二人闹出的动静,引来了在附近执勤的史英才,听到年轻气盛的驾驶员嘴里骂骂咧咧邪警算什么东西。 史英才立刻将情绪激动的两人分开,并向年轻人敬了个礼,要求他配合调查,随他们走一趟,不料这个年轻人既没有把邪警当跟踪,也不把面前的交警放在眼里,他一边推散着史英才,一边恶狠狠地说道, 我爸是大官,没事别招惹我,信不信我叫人把你这身狗皮扒了? 年轻人一边威胁,一边掏出了手机,像是在给什么人打电话。 围观的群众看热闹不嫌事儿大,不但越拘越多,还有人发出一阵阵的喝彩,袭击加辱骂交警,这还得了,史英才当即准备对该驾驶员采取强制措施, 结果遭到了暴力抵抗,气眼嚣张的年轻人,一边拳打脚踢,一边绕着车身与史英才,傅建伟周旋着,大约在11点34分,一辆黑色奔驰开道。 车上下来了两个男人,其中一个颇为壮实的抬起膝盖,就顶在了协颈傅建伟的腹部,史英才见到来者不善,将傅建伟拉到身后护柱,打警察要重判的。 你们考虑莫等史英才把话说完,世报男子一巴掌扇在他额头上,神圣的警帽被打飞在一旁,眼看警告无效,史英才一边格挡还击,一边后退,刺激用手台,请求警力支援,结果那个年轻人根本不给史英才机会,从身后将他紧紧孤注,任由拳头雨点般落在他胸口,明明是他们以多欺少殴打史英才。 那个年轻人竟恬不知耻,嘴里大声叫嚷,警察打人了,快看啊,傅建伟忍痛,想要帮忙,却被另一个男子出手阻拦,大约十多分钟以后,支援的警车刚停下,就有群众大喊,有个警察被打死了。 同事们,惊觉大事不妙,拨开人群,挤了进去,只见史英才上身制服,趁衣被扯开,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听到警铃大作,几个施暴者见事不妙,准备逃走,被当场拿下,就在警方准备将他们带走的时候,突然出现了好几个不明身份的群众,男男女女都有。 拉扯着警员,不让他们把施暴者带走,不久又增派了一波警力,这才控制住了现场的局面,而史英才同志呢,当他被紧急送到医院的时候,就已经奄奄一息了,经过几个小时的抢救,医生们最终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的心脏,在下午一点左右停止了跳动。 不久之后,互联网上类似《大连版我爸是李刚当街打死交警》标题的网络帖子四处传播,热度居高不下,各方新闻记者火速向大连市公安局求证,得到官方证实,该局交警支队杀河口大队的民警史英才。 5月1日上午,在执法过程中遭遇三名男子围殴,导致心脏病突发,宋一抢救无效后死亡,据悉,石英才在十多年的交警岗位上,屡立功勋,曾被市局授予个人三等功一字,全市通报嘉奖三次,连续多年被评为是优秀警务人员,可以说,这是一位尽职尽责的人民警察,就这样无辜地倒在了凶手的拳脚相加之下,石英才被紧急送一的同时,三个施暴男子,以及部分阻拦警方的不明人员, 都被控制起来,石英才同志不幸牺牲后,对其死亡负有直接责任的三位嫌疑人均已被刑拘,面对汹涌的愚情,人们不禁发问,豪车驾驶员究竟是谁,他真的是背景不一般的官二代,纹固子弟吗,赶来的那两个帮手,又是什么身份,经过大连警方审讯,三个犯罪嫌疑人老是供述的自己的身份,那位豪车上气焰嚣张的年轻男子,是当时仅有24岁的韩方义,这个韩方义是个辽宁人, 足球运动员出身,先后在天津的天津松江和大连石德两个足球队,麾下效力,因为没有什么出色的表现,于是家里给他换了一条赛道,送入北京演艺专修学院,开始走气质男模的明星,养成路线,韩方义确实掌的一表人才,186厘米的身高,加上80千克的体重, 外形俊朗帅气,自打成为男模以后,在一些地方模特赛事上,也取了一些名次,在模特圈子里有了不小的知名度,当然,这点名气,网友们是不相信足够支持他敢对交警大打出手的, 他的家庭背景才是他自私跋扈的倚仗,那么韩方义的爸爸真是他口中所说的大官吗,殴打使银财的现场,那个不怎么参与欧斗, 但是出手阻挡协警副建委施救的奔驰车主韩家敏,正是韩方义的父亲,五一当天,韩方义与大连交警暴发争执,立刻就给父亲打去了电话, 在电话里,韩方义激动的大喊,爸,我被警察打了,韩方义是韩家敏的心头肉,从锦衣御师呵护着, 谁敢欺负,一听说有不开眼的小小交警打了自己的宝贝儿子, 韩家敏立刻带上随从,亲自驱车赶到了现场,这么一说,反倒让人觉着韩家敏不太可能是什么大官了, 真有通天手腕,恐怕只不过是区区一个电话就能解决的事情,何必亲自驾车带上打手跑这么一趟呢, 警方的审讯也表明,所谓的我爸是大官不过是韩方义用来恫恶交警使英才和协警副建委的, 他的父亲韩家敏根本就没有从政的背景,只不过是个干土十方生意的商人, 采矿的、挖沙的、干拆迁队的和搞土十方的这些行当的生意人。 早年间有几个不是狠人呢?如此看来,韩家敏的这副作派, 倒真就有些江湖老大的影子,有事就摇人,哪怕是交警都能撞着胆子让手下上去就打, 殴打使英才出了大力气的那位打手,名叫周胜强,是韩家敏在老家的一个亲戚, 平时跟随左右,算是韩家敏的心腹跟班,所以韩方一出事的时候, 韩家敏立刻驱车赶来,身边带着的就是周胜强,周胜强到了现场, 一看见两个交警,准备拿下公子韩方一,没等韩家敏受益, 就自觉地冲了上去给两个交警示意颜色。 网友纷纷猜测,以韩家敏的商人关系网,周胜强打警察,给公子韩方一找回面子, 韩家敏是有把握打点关系,保他平安无事的,正是这种自信, 才让周胜强有恃无恐,敢于挥动铁拳,对交警同志使银财施加暴力, 最坏的结果,无非是拘留几天,给警察赔点钱罢了, 只是万万没想到,在燥热地出下执法的使银财。 在周胜强和韩方一的围殴之下,又发了心脏疾病, 就这样被他们给打死了,闹出了人命, 韩家父子和周胜强这才慌张起来, 不过这种猜测没有能够得到警方的证实, 5月20日,三个犯罪嫌疑人已故意伤害罪,致死, 被检方批准逮捕, 而经过法医仔细鉴定后的交警使银财死亡原因的病理性检验报告, 也于同日完成并提交, 在这个期间,许多愤怒的网友纷纷涌入韩方一的社交平台, 在他4月30日发布的享受足疗的个人铁文评论区斥骂他, 一些网络大V也将思考引入到了事发现场的冷漠围观者身上, 是啊,韩方一和交警发生争执的时候, 围观者全都是奔着看热闹去的, 当韩方一宣称我爸是大官, 扬言要扒掉你的狗皮时, 在场的群众甚至爆出了一阵震吓彩声, 其哄声,最让人感到心寒的是, 当交警使鹰才被韩家父子和打手周胜强围殴的时候, 现场群众竟然没有一个仗义出手的, 就这样眼睁睁看着使鹰才结结实实挨了拳头, 最后瘫倒在地上, 事发以后,由于使鹰才倒地的地方是一个监控死角, 警方不得不大量走访群众, 希望获得目击证据, 当时的围观者那么多, 不知道多少双眼睛目睹了使鹰才的不幸遭遇, 可是当警方提出希望这些目击者能够出庭作证的时候, 他们竟都犹豫了起来, 出庭作证就会见到大官韩家敏, 被韩家父子狠狠记住了, 将来被打击报复可怎么办? 警方费了好大劲耐心辟谣, 说服,直到一个老者带头作证, 这才找够了一批现场人证, 这难免令人深思, 人心何以冷漠至此啊? 鸡押看守所六天以后, 赵氏三人终于站到了被告席上。 怎奈? 面对热铁一般的事实, 三个打死使鹰才的凶手, 竟然恬不知耻, 当庭翻供了。 韩芳一说, 自己当时死死抱住使鹰才, 并不是想控制住他好让周胜强打他, 而是目睹了周胜强与使鹰才爆发肢体冲突, 想要劝架, 这才从后面抱住了使鹰才, 使鹰才被打, 主要是周胜强的责任, 自己并没有打使鹰才, 韩家敏的嗓门更高, 他只不过是驱车, 把周胜强带来现场而已, 中途拉扯, 阻挡协警副建委, 也是出于好意, 想要劝架, 至于使鹰才被打, 自己是一下都没出手。 全赖周胜强, 韩家父子二人的供述, 和在警局里的笔录内容大相径庭, 后悔以上老老实实地认罪了, 结果见了律师, 上了法庭, 当场就矢口否认起来, 把责任一股脑全都推给了周胜强, 眼看要当替罪羊, 周胜强倒没有表现出多少对韩家父子不满的意思, 只是大声争辩。 自己并没有殴打使鹰才, 而是发生了一点肢体冲突, 如果非要说他打了使鹰才, 那么他自己身上也挨了回击, 我下手是有分寸的, 当时就是互相推推嗓嗓的, 哪有想打死他的想法? 根本没有。 后来他, 使鹰才突然就蹲下去, 躺着了。 由于三人上演了当庭翻供这一出, 法庭没有能够当庭宣判, 初审就这样暂告一段落, 直到2011年9月19日, 这才二审开庭, 等待正式宣判的日子里, 社会上流传着各种小道消息, 说案情为什么这么清晰明白, 却没能立刻宣判, 这背后有力量在博弈啊。 还有网民发帖子, 称韩方毅的父亲虽然不是什么大官, 但父亲的弟弟却是, 正是他在四处奔走施加影响, 阻挠了侄子韩方毅一案的宣判, 面对流言蜚语, 大连警方不得不出来澄清谣言, 所谓的韩家敏之地是大官, 其实官职是, 大连是某区局的副局级别, 和史英才还是同事关系, 于情于理, 也不会坐视自己公安战线的战友枉死, 退一万步说, 即便是他有私心, 韩方毅的案子早已经有更高级别挂牌督办了。 一个区局的副职, 如何能够照得住犯罪嫌疑人呢? 又过了大半年, 2012年4月27日, 中级人民法院的判罚结果终于公布了, 被告韩家敏量刑罪轻, 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 被告周胜强良刑刺之, 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无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被告韩方毅量刑罪重, 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死刑, 缓期二年执行,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虽然按照网友的想法, 杀人就应该抵命, 这判的还不够, 但按照法律专家的分析, 三个凶手主观上并无志之死地的强烈动机, 但他们的殴打行为, 确实诱发了史英才的心脏疾病, 导致了史英才最终的死亡, 这样的判罚是公允的, 也是符合社会公众预期, 大快人心的, 本以为尘埃落定, 韩公子求别踢了, 猫步也甭走了, 改行唱歌吧, 在高墙里专注一首歌《铁窗泪》, 先唱两年好好忏悔, 然后再去谏言嘛, 可是前些年, 史英才案却又在网络上掀起了一阵讨论, 为何呢? 因为判罚最重的主犯韩方毅, 网友发现他最后并没有被执行死刑, 反而最迟在2044年就能刑满释放了。 怎么回事, 不是判了死刑, 缓期二年执行吗? 原来, 2014年时, 因为在两年缓刑期内, 没有任何故意犯罪行为, 韩方毅提出减刑申请, 依法减为无期徒刑, 又过了五年, 在2019年年初, 辽宁省高院发布了一份 关于韩方毅再次减刑的刑事裁定书, 称韩方毅域中服刑改造表现良好。 批准减刑为有期徒刑25年, 这份法律文书引发了热议, 从这年算起, 韩方毅就算不会再有第三次减刑, 最多关押到2044年就能脱下囚服, 走出高墙了, 届时韩方毅57岁, 从死缓到无期, 再到有期, 韩方毅两次减刑, 均符合我国法律的规定, 但不管对法律条文熟悉与否, 绝大多数善良的网民, 多少都感到愤愤不平, 纨固子弟出手作恶, 管多少年, 也不能保证他可以被改造成好人, 他不过是在为自己罪行付出代价罢了, 那三个孤苦无依的女子。 永远失去了一位好父亲, 好丈夫, 好儿子, 大连人民, 则永远失去了一位好公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有什么看法, 可以留在评论区, 感谢大家的观看与支持, 觉得内容还不错的朋友, 可以点击订阅, 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我们下期见。